还没到睡觉时间 我们玩个游戏吧 来 玩个好玩的游戏 在哪玩 我们来玩个游戏 你准备了 准备好 来 这个样子 我说木头人的时候 你们就别要动好不好 然后你们来抓我 抓到我就赢了 比如说我说摸地 你们就赶紧摸地 赶紧摸地 然后现在就可以往这边跑 但是我说停的时候 你们就停好不好 我们现在要过去抓他 然后他说停的时候 我们就要停好不好 赶紧了就可以有小烈 但是惩罚就 我会给你脸上贴个纸条 好不好 抓住我 我们就赢了 赶紧 三喜 准备好了没有 三喜 准备好了没有 没有 我都洗洗掉了 好 准备 一二三木头人摸耳朵 一 二 三 木头人摸头 没摸头 马利奥 马利奥你不知道摸头吗 一 二 三 木头人摸耳朵 摸耳朵 马利奥摸耳朵 马利奥输了 马利奥输了 来 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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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有你这样玩游戏呢 光晓莹输不起是吧 过来 来 干 那这个样子 马利奥 马利奥 你听我说不惩罚 你先出来 不惩罚 不惩罚了 没面子了 太羞了 假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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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害怕 我来 我来安慰他 你先出去 你看惩罚是这样子的 来 你看 爸给你再说一遍 我们再来一次 如果输的话 我们就把它贴头上看 好不好 再输的话 我们就贴头上 好玩吧 就觉得输不是丢脸的事情 不是 只要是马洋不太爱玩游戏 我觉得 你说要惩罚 惩罚 吓到了 现在爸给你贴一个 来 你刚梳理一次 我们就贴脸上贴一个 贴脸上 没事的 你赢的话就不贴了 手不抓 手不抓 这就惩罚 这惩罚 等一会就取掉了 好 这样子 现在如果 黄胜叔叔说的 你做不到 谁输了谁就要惩罚 你看 惩罚就是把那个卫生纸贴到脸上 好不好 如果玩不起 说我不贴 我不想贴 我哭了 那我们就不玩了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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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玩游戏要玩得起 好不好 好 来 好 1 2 3 木头人摸头 摸头 摸空 摸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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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手 1 2 3 木头人摸手 不知道该怎么办 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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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摸屁股 摸手 他现在还听不懂什么游戏 那种我感觉 我们玩这种游戏太少了 对 都是角色扮演那种游戏多了 1 2 3 摸包包 我没有包包 包包是哪个 你们都输了 都贴 都要贴 都贴 你贴一个好不好 我要贴 我也要贴 抢着惩罚了要 贴 贴你这里 1 2 3 摸鞋子 1 2 3 摸头 翻译官 会了 可以 我赢了 这个游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一个是配合 二是玩游戏要有一个规则 就让他懂得这个游戏的规则 把这个游戏的规则运到平时的生活里面去 可能会激发他们平时 就听话这方面的一些行为 让他们觉得爸爸现在不是给你指令 我们在玩游戏 我们现在不要动 听爸爸说话 别很严厉地告诉他 我觉得好得多了 吃火龙果是吧 你看我夸子 可以吗 我们再玩一下 再玩木头人 木头人 我们再玩一下好不好 坐这玩好不好 那就是 好 准备 和木头人是就不能动了 1 2 3 木头人 木头狗 好 继续 快去 1 2 3 好 可以 拍张照片 好 来 三喜 来看这儿 三喜看这儿 1 2 3 好 好 我觉得对于游戏育园这个理念是特别好 就要在游戏当中去立下规矩去感受去体验 但是大家都是很快乐很容易接受的 小红花来了 小红花 发小红花 这不是张笑诚的那个方法吗 对吧 对 小红花给我 别抢 踢 先踢 小红花给我 在哪一排 站好 在谁排 站过来坐下 排 真贵 为什么给你们小红花 如果你表现了好就给你们小红花好不好 马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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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小红花吗 小红花可以直接对换最后的大奖我跟你说 巧克力 那马里奥想吃巧克力吗 要 好 大奖就是巧克力 你爸爸说一个 那就我觉得马里奥能给狗馋食特别棒特别好 把它捡起来捡起来拿纸包起来 我来 你看马里奥多勇敢 不怕脏不怕臭特别好 给你一朵小红花 你今天照顾弟弟还不错 你今天拉着他没让他走丢 对 那你也得到一个小红花 我觉得宽三喜今天吃饭很乖 可以得到一个小红花 我吃饭也乖 那你问爸爸觉得吃饭乖吗 乖 我觉得马里奥今天吃饭吃得可以 没有吃得太多 自律了是吧 来 再给你一朵小红花 两个 两个了 我得小红花 我得小的 我得小的 她也得了 我得小的 好 第三个小红花就是今天我觉得你跟三喜在一块还好 再给你一朵 让我的朵朵 朵朵 还可以 你保护好他好不好 这几个 这个给你一个 来吧 再给你一朵 我跟你说 你今天我为什么不给你最后一朵 是因为你一直见叫 我觉得你也是有这个问题一直见叫 明天不要搞破坏 你要搞破坏小红花就没有了 一朵小红花都没有 加油努力得到一个巧克力 还带押韵的 那你们明天是不是要表现好我们才能得到小红花 可以吗 有信心吗 我们把小红花贴到镜子上边 走 来 抱 踢 你看我的左照 就这么高 踢 踢 我觉得今天马六的表现是一个进步 我们设计这个小红花奖励机制就是想让两个孩子学习对方身上的优点 然后改掉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 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让孩子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进步 两个小朋友进步挺多的 让我们其实也觉得挺激烈的 比如他们做事帮忙 有帮忙的心 我觉得以后会越做越好 可以让他们多尝试 以后会学会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相互的去鼓励和成长 睡觉 走吧 洗澡 所以我说带两个比带一个好带 是的 他们说三个更好带 大的那个会带两个小的 魏晨加油 我可以的 加油 加油 睡觉了 乖乖 妈娘去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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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脱掉 你把这皮肤看又弄成这样子了 好 看 我把我闻过来的 真好自己睡觉 累得了 累得了 你别上我 瘦一下 他俩睡觉了就好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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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专门给三十做的玩玩 专门拍的玩具 这以前是一个房间 我爸跟我吵了很久 我爸说你这么大一个房子 然后你就两间卧室 然后觉得卧室肯定会不够用 他说你以后生二胎生三胎怎么办 我说先买第一胎管好再说 把这留成了玩具房 你以前有这么高密度的带娃娃没有 没有 不可能的事 我也没有 但其实我观念改变了很多 最近 我是感觉到更多理解 对妈妈呀啥的 原来压根没想过 孩子出生谁带娃娃啥的 比较传统 妈妈带奶奶 然后我们陪着玩一玩 好多是不理解 不知道他这个情绪各方面 怎么动不动吼孩子 这么大匹 自己带完以后就糟了 没办法 对小孩也是动不动就吼 对 就现在自己带完 就吼得比他还厉害 我自己带了之后 他吼他的时候 但是我都觉得该吼得 他是该休息一下 真的 就可以共情更多了吧 对 最后这一段好有感触 我想听听两位妈妈你们的感受 就挺难得的 之前 马阳他挺不理解 有的时候我特别虚道 加上我嗓门本来就大 有时候喊玛丽奥 我说玛丽奥 原来说你不要那样子喊了 原来说收拾他 快点收拾他 不是我想嗓门大 我想喊 不见 他那个 我有时候就真的说他 我说你耳朵里面是不是塞毛了 上次佩豪来我们家 邝盛其实已经给我了很多 我觉得那个 但是现在邝盛有个转变 他变得不耐烦了 就是他觉得他可以搞这个事情 不要 就我有自己的方法 然后邝三喜现在会自己洗澡 吹头发刷牙 就可以自己全部搞定了 但是最离谱的是 我看到邝三喜用沐浴露洗了头两天 他爸没有进去管过他一次 这个是在投诉吗 在投诉 我是真的觉得 我毕竟还是过来人 我觉得还是多听听老人眼 老人眼 但是在爸爸手里新的方式当中 也会发现一些新的套路 另外这个两个孩子就在一起 天然的有一种比赛竞争胜富裕的部分 有时候是好的但有时候未必 比如说一开始两个就抢 他要多一点多一点 我跟就我们家小的那个三岁 跟他们那个都一样 我邻居家的小孩女生也是三岁 他们两个都常常在一起玩干嘛的 吃饭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情景 就是他吃菜他也吃菜 他吃肉他也吃肉 他还想吃的更多 然后让你表扬他 就那种天生的那种竞争 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从小可能自己去医院打针有可能会哭 在幼儿园打预防针绝对不哭 都比谁感觉比谁那个坚强 眼泪在眼珠子里打转 没事 小米这个很有胜负欲的人 比如说他们每一期第四期 他们都会去玩剧房玩爸爸仔 小米都会很努力的去争夺第一名 他每次都会很高兴的跟我说 爸爸我给你赢了爸爸仔 他也希望我给他拿一个第一名回来 但我觉得就上个星期 我去一个活动演出 我这个演出有一点搞砸了 我吉他弹的有点没那么好 音乐需要停一下 然后继续来 但是我专门是跟我工作人员 邀了这个视频 我回去以后我马上给Lucky看一下 Lucky你看看爸爸多么努力练了 但是你看我也失败了 这个失败我很丢脸 但是我为了避免这个丢脸 我会更加努力 所以我直接跟他说了 你也不要害怕失败 但是没关系 下次会有进步那就好 嗯嗯 失败不可怕 对对对 我想给大家说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心理学的效应 但我觉得很有趣 大家知道非洲有一种野马 经常被那个吸血蝙蝠吸血 死了很多野马 但其实不是吸血而亡死 而是这个野马被吸血蝙蝙激怒之后的 那种愤怒造成了这个马死亡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最近很流行就是要培养孩子的随喜心 就我要表扬两位爸爸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俩都很具备随喜心 就是好像输了给你贴个纸条 我来怎样怎样 所以你是一个平常心随喜心的状态 孩子呢就比较不容易被胜负这两件事情而激怒 所以我希望大家培养孩子的随喜心 我们各位也培养随喜心 就面对孩子有时候失败的时候 你就多跟他讲 没关系 心态平和一点 其实情绪是最重要的